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黑糖珍珠絲奶茶的頻道 這次又是聖誕樹和奶茶的battle啦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去年茶茶也跟她battle過 但是今年呢,我們家裡不同了 有一棵大一點的聖誕樹 這棵聖誕樹本身是放在室外用的 所以它的物料都跟平時的聖誕樹不太一樣 感覺上好像比較堅挺 可以抵得住貓貓的攻擊 現在就先把聖誕樹組裝一下 把枝葉撐開 看看不同角度是不是都這麼英俊 奶茶在整個過程裡都沒有離開過我的聖誕樹 然後我們就開始裝飾聖誕樹了 把一個一個有的battle掛上去 這次這個battle真的走了很多間店 才找到這種有少少古舊的粉紅色和古銅色去組成的battle 奶茶就不斷地看著我 因為其實每一次掛上去的時候 其實那些battle也會摸摸摸摸摸摸摸的 奶茶的頭就跟著它不斷轉不斷轉 當中我都忍不住在這裡跟它玩一下 有時候扔一些battle過去的時候 它都會覺得很開心地看著我 其實這段影片我快了五倍的 我是用了很多很多時間 慢慢一個又一個的battle掛上去 其實我已經猜到聖誕樹最後都會塌了 所以我也買了一些shatterproof的battle 確保塌的時候 那些battle也不會辣 在這裡雖然玻璃的battle很漂亮 但是真的買不到 好了 來了 當我做一棵聖誕樹的時候 你猜我奶茶會怎樣 基本上都不用幾秒鐘 它就沖了過去 然後在這裡玩上面的battle 你看看它的眼神 完全是充滿攻擊的異味 其實它真的不太溫暖 喂喂喂 提醒一點 提醒一點 冷靜一點 喂 冷靜一點 就是這樣 完了 拜拜